大家好,欢迎收听和收看孩子聆听 今天我们来到提摩泰前述的第二章 第一节说到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 祷告,代求,祝谢 为君丸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 使我们可以尽前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 这里保罗劝提摩泰 第一个要紧就是为万人恳求 你知道吗,圣经很少提到第一 这是少数几节圣经强调第一要做的事 可见它是非常紧要和重要的 保罗没有说要为自己恳求 乃是要为万人恳求 在我们的祷告生活里面 我们是只是为自己祷告 还像主说的,我们要为其他人代祷呢 所以今天我们来自我审查一下 也可以自我为中心的祷告 不过是自言自已 这样的祷告带不出能力 所以小朋友们 我们不单只要为自己祷告 我们要让我们心胸更庞大 我们要为神的国 为万人祷告 神的祝福才能够领到 所以我们不要只顾自己的事情 我们要顾念别人的事情 为神告诉我们 你们要先求神的国 和神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所以第一,祷告 这种祷告是祈求的 把众人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 不单是为人的肉体上 环境上需要祷告 也为人的灵魂得救而祷告 身心灵各方面的需要 都带到主的面前 尤其在今天这样的情况里面 我们更需要为着我们身边的朋友 家人、亲戚带祷 因为很多人还没有认识神 但是在疫情的严肃里面 很多人开始吸取的信心 在忧虑和惧怕里面 我们要为他们来祷告 学第二,代求 这种祷告是征战性的祷告 代求的意思就是 go between 就是站在中间祷告 站在破口里面 为着这般的居民来代求 求神捆绑筹底一切的工作 让神的领自由来运行 第三,就是住居 祝福的祷告 祷告形式是其中一种 为我们的家庭、社区祝福 为你的学校来祝福 为那些逼迫我们的来祝福祷告 为我们的仇敌来祝福祷告 所以今天我们不但是要为我们身边的人祷告 我们更要为我们的国家来代求 你知道我们的国家在面对许多艰难的吗 我们需要更好的君王、领袖来带领马来西亚 所以今天好不好每一个人 让我们像圣经所说的 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住居 为了君王祷告 决数我祷告 求你带领我们的国家 将马来西亚完全交在你面前 我们需要更好的领袖在我们当中 祖阿祢赐福我们的国家有合一的心 有怜悯的心 让我们上上下下同心合一 来建立这个国家 祖阿祝福我们的各个种族 尤其在面对疫情严肃的地区 上帝祢祝福他们 祢一直领到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都能经历到 祖阿祢的恩典和怜悯 领到马来西亚 我们感谢我们祷告 奉取声明说 Amen